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开大火 上去以后蒸十分钟就可以了 已经蒸了十分钟了 现在关火 把锅盖掀起 让鞋子自然放凉 趁这个功夫 我调个小料 一会拌茄子用 首先先拍点大蒜 一会剁个蒜蓉 这样拍下的蒜它特别入味 剁好的蒜蓉先盛到小碗里备用 我再切点这朝天椒 朝天椒切成辣椒圈就可以了 不喜欢吃辣的也可以不放辣椒啊 但是放点这个辣椒好看也好吃 这绿辣椒也切上几个 咱这小院里的辣椒是宝宝的时候黑客已经把它吃掉了 也不是特别辣 而且特别的新鲜 切好的辣椒圈也和蒜蓉盛到一起 里面来一小勺老妈咪之骨香粉 起锅烧点热油 这个油一定要烧热烧透 把滚烫的热油往上一泼 这样可以充分吸发蒜的香味 油也不用太多 这么一勺就够了 接下来开始调味 在里面加适量的陈醋 喜欢吃醋的可以多倒一点 适量的生抽酱油 再来上一点点蚝油 滴上几滴香油 最后再来一小勺盐 用勺子把它们全部搅拌均匀 这个小料就算调制完成了 这茄子也凉的差不多了 现在我把它这个地去掉 这特别好揪 轻轻一掰就掉了 然后把它们撕成小条 这就不用刀了 拿手一撕就行 这个皮也不用去 咋这茄子是特别的嫩 蒸了十来分钟 已经稀流软了 这个茄子稍微大点 这个调一点长 不过一会拌一下 就没多长了 茄子全部撕成小条了 现在把这调好的小料 全倒到这个蒸好的茄子上 用筷子把它们搅拌均匀 这搅匀以后就可以开吃了 做法简单 好吃下饭的蒜泥蒸茄子 就做好了 现在的茄子是特别的便宜 大家赶快做起来吧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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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